嘿 大家好 我是欧罗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 这一视频是我当初毕业论文所写的一个题目 非常有趣 叫 人是否会被机器人所代替 知经济学家与科学家的CVE大战 首先的话我们来先来讲一下 AI 是什么 AI的话分强AI和弱AI 强AI的话就是我们电影里面上看到的什么 奥创 黑客帝国里面的 Smith 终结者 古王 就是那些看似有人类的智慧 有自我意识的那些AI 现在强AI的发展是怎样的 就其实非常的缓慢 一个是因为他研究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至今为止没有太大的突破 这导致就并没有很多人愿意去研究强AI 所以白年间可能不会有AI来控制人类 OK 我们来讲弱AI 弱AI是什么 是不是弱智AI 可以怎么理解吧 他毕竟像Siri小爱同学什么的就是人工制造 弱AI和强AI的区别在于弱AI只会做一些单向的一些任务 比如说面部识别啊 语音识别啊 或者说我们玩游戏里面的一些单机的一些电脑啊什么的 那些都是弱AI 然后他们就只是一个工具 工具 然后就比如说 Siri Hey Siri OK 我们普及就到这儿 我们进入主题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被讨论了近200多年 从工业革命时期开始的路德运动 就那个砸机器的运动以来 然后每次的科技进步 AI的发展 人们都会怀疑人生 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又要被机器人抢了 但是至今为止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 就像麦肯锡研究所他们所说的那样 整个近代史就是人类和机器不断竞争的一个历史 虽然节约人力资本的科技越来越发展 但是劳动人口却蹭蹭蹭蹭蹭一直往上涨 就比如说以美帝为例吧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自动化程度还是相对较高的 根据他们的政府的数据来说 1960年的时候 美国他们的劳动人口是6500万人 然后到现在2017年的时候 他们人口则变成了1.52亿人 就基本上在这50多年就翻了两倍多 而且大家都知道 近几十年的自动化都非常厉害 什么包括农业工业或者土业的自动化都非常厉害 但是依旧劳动人口增长了这么多 于是经济学家他们就跳出来说了 哎你们不用担心 看我们来回看一下历史 200年期间 劳动人口只增不减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是因为每次科技的发展 总会创造新的产业出来 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了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这个想法就基本上是主流的经济学家的他们的想法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最近对这种观点提出比较有意思的质疑的是两个MIT的教授叫 然后我们就叫小M和小V吧 小M和小V他们就提出了两个法则 一个叫木耳的法则 就是说同样的价格的一个电子产品的原件 比如说一个芯片 在一年之后可以同样价格买到比较功能强大一倍的芯片 就比如说去年100块钱只能买一个64G的卡 现在100块钱可以买个128G的卡 当然现在的话 莫尔法则是变成了两年一次 然后这说明了什么呢 一个是电子器械越来越便宜 第二个是电子器械的功能越来越强大 而且他们是指数级的增长 因为他们都是乘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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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的 所以这样的增长会让科技发展得越来越快 以至于过去的那些科技的发展与现代的发展 根本无法以一个量级来比较 然后第二个法则是国际象棋的后半盘法则 哇好生意的翻译 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人放了国际象棋 然后献给了国王 国王觉得非常开心 就问他你要什么奖励 啊随便说随便啊 我都答应你 然后那个人说 我只要在我的国际象棋的棋盘的格子里面 第一个放1厘米 第二个放2厘米 第三个放4厘米 第四个放8厘米 这样一直放下去 把那些米全部给我就好了 然后国王非常开心 啊没关系那你随便去搬几袋米吧 但是那个发明家他说 不我要好好数一下 然后当他们数到国际象棋的前半盘的时候 啊还行也就几十袋米吧 但是往后每个都要翻一倍 每个都要翻一倍 算到最后发现整个王国的粮食都给他 都不够 所以这个是一个怎样的法则呢 就是说指数级的增长经常会欺骗人的感觉 因为等他到后来的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那人就根本想象是追击不上的 用一个比较现实点的例子 就是说当年有线电话的话普及化了100年 然后现在向大家的手机我们的普及到多少 一年半年就这个速度 而且可能大家都经常听到说啊 现在产生的信息总量是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或者说现在生产量是过去几千年的总和 什么经常听到这种说法 那么五年之后呢 是不是五年之后又变成了那五年之前的几千年 所有的生产力或说信息量之和呢 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两个法则 来说明一个道理 科技的发展和过去的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确实科技的发展会创造出很多的职位 但是一旦它发展速度过快 它毁灭的工作量可能比它创出的更加多 让我们想象一下既然听到的机器人餐厅 机器人酒店自动仓储 或者说即将到来的自动驾驶 这些如果在20年后普及开来 那有多少工作会被机器人所代替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大家觉得是经理学家说的对呢 还是那些科学家他们说的对 可以发在评论区里面 然而这些视频的话内容是比较浅显的 下一期准备讲 在我们这种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中 真的我们会找不到工作吗 然而另一方面 根据OECD的他们报告写到 在2030年大部分的 发达国家的30%到60%的工作 将会处于被机器人代替的风险 那么这些工作又是哪些呢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